仔细看 这个昏迷的女人居然被钱堵住了嘴巴 一旁的男人熟练地用卷尺测量她的腿部 确认和图纸一致后 拿起钢刀 直接锯了上去 剧痛让昏迷中的女人瞬间清醒 为了不被打扰 男人放下手中的烟头 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直到对方不再挣扎 紧接着 男人将她的头皮包下 放在了模型上 再将肢解的尸体扔进焚烧炉 得到的骨灰研磨均匀 加入适量的粘合剂 再倒入模具搅晃均匀 静置二十分钟后 一个精致的人脸娃娃新鲜出炉 而在男人家中的墙壁上 还摆放着很多这样的娃娃 每杀害一个少女后 她都会制作一个娃娃留作纪念 男人名叫仔绪 这天她正在街上寻找新的目标 突然一个女孩叫住了她 原来女孩的同学昨晚和她见面后 今天就联系不上了 看着送上门的猎物 仔绪直接诱惑道 就在这时 小雅的妈妈阿珍走了出来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上车后的阿珍扫了眼男人 也没在意 她不知道的是 男人记下了她的车牌号 晚上 一家人围坐在桌边 庆祝小雅十四岁生日 吃完蛋糕的爸爸想出门抽根烟 拿出打火机却发现上面写着 爸爸不要抽烟 还没等她高兴完 妻子就悄悄地走了出来 发现想要抽烟的她 直接将她锁在门外 自己则在浴室泡起了热水走 屋外 一个男人捡起棒球棍 确认车牌无误后 闯了进来 而这时正在洗澡的阿珍发现 门把手被人用力转动 还以为是丈夫心急 等匆忙洗完早出门 却发现屋内并没有人 就当她打开冰箱门 刚喝下一口水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将她吓得摔倒在地 紧接着 男人一棍子砸下 她看到了倒在旁边的丈夫 鲜血很快洒在墙上 危急时刻她赶忙按下报警按钮 最后被送往医院 经过一次次奠机抢救 她捡回了一条命 但倒霉的是 她的主治医生也想害她 因为她的稀有血性 和医生患有心脏病的女儿匹配 想要将阿珍的心脏换给女儿 所以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她宣布阿珍已经脑死亡 而警方在案发现场 也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 也正是因为这个 反而救了阿珍一条命 因为伪装成记者的载序 就混在人群中 在听完他们的发言后 她满意地离开了 晚上 医生来到阿珍房间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她将装有药水的针管 插进阿珍体内 危机时刻 醒来的阿珍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女孩因为在路边搭讪陌生人 全家惨遭杀害 而唯一幸存下来的阿珍 每次看到路边熟悉的面貌 都会发疯似地举起匕首冲上前 然而 这已经是她第66次认错人了 警察告诉她 要是还拿刀恐吓别人 就将她关起来 而且两年前的案子 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线索 不要再将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亲眼目睹丈夫和女儿死亡的阿珍 面对他们如此消极办事的态度 还是决定自己调查 晚上 她突然想起丈夫那晚丢失的打火机 上面还刻着字 或许可以通过这个找到凶手 但仅靠自己是不够的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利用自己的身体器官做报酬 让别人帮忙 她找到需要心脏的主治医生 成功进入医院系统 筛选了三个需要器官移植的家属 分别是打手大壮 私家侦探老王 黑客密姐 承诺他们会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 将器官捐献给他们 很快 密姐在网上找到了宰序的线索 夜晚 大壮蹲守在门口 这时一个人拿着钥匙想要开门 她顺利将对方抓住 打电话让阿珍过来查看 等阿珍掀开套在她头顶的袋子 发现这人根本不是宰序 原来 打火机是她帮别人停车时捡到的 所以车主才是真正的凶手 小分队一番忙活 居然找错了人 密姐顿事不干了 她打电话将阿珍卖给地下组织 谁料对方竟然反悔 将两人都抓了过来 情急之下 她们带到之前的房子 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两年前是女儿救了她一命 所以她必须找出真凶 为了以防万一 她拿出一粒胶囊 只要自己吃下 所有器官都会被污染 四人决定继续合作 他们制作出一个分割台 只要将凶手放上去 就能将身体织节 之后他们通过查看 停车场附近的监控 终于确定了载叙的住址 次日 阿珍和老王前去蹲点 那个变态男果然出现了 不过阿珍不确定是不是他 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将脸凑到车窗 眼睛死死地盯着车内 好在他并不能看见 然而他们刚刚松下一口气 男人又不死心地绕到车后 等对方离开 阿珍决定去他家一探究竟 男人将人骨研磨成粉 加入粘合剂 再倒入模具搅晃均匀 时间一到 一个完美的人脸娃娃就制作成功了 这样的娃娃在他家还摆放着很多 每个娃娃的背后 都是一个花季少女的生命 第二天 男人又出门物色新的下手目标 趁着这个间隙 老王撬开了门锁 阿珍推着轮椅来到屋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天使娃娃 上面插满了粒剪 而墙壁上也摆满了一排瓷娃娃 每个娃娃的旁边 都贴着不同的名字 在墙壁的一角 阿珍发现了女儿的项链 正当他艰难地起身 想要将她拿下时 离开的仔绪去而复返 回到家的他 发现桌上的工具 似乎被人挪动过 于是在屋内四处查看 就当阿珍快要被发现时 老王冒充送抱怨 及时转移了仔绪的注意 回家路上 阿珍还惦记着项链 于是老王再次返回仔绪家中 但他不知道的是 对方居然在家里安装了监控 就当他终于找到项链时 被回来的仔绪一棍子敲晕过去 在他口袋里看到了阿珍鞋的纸条 才发现当年他并没有死 肢解完老王后 他找到了阿珍当年的医院 套取出了他现在的住址 等来到阿珍家中 开门的却是朋友小美 男人低头看到他脖子上的项链 决定通下杀手 等阿珍赶回家中时 看到的却是单架上朋友的尸体 一连两个人死亡 四人小分队再次发生分歧 阿珍也顺势将团队解散了 他来到陵墓祭典 却被提前埋伏的仔绪带到了高台上 一把推了下去 好在及时赶到的大壮将他救了下来 而后骑上小摩托 朝着仔绪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 好在他身手不错 成功将他带到了四人的联络基地 就当他想要动手时 但却被对方用电击棒击晕过去 这时阿珍打来电话 接听的却是仔绪 他猜测大壮有危险 连忙跑到仔绪家中 对着他引以为傲的艺术品拍照 并录下损坏的经过 因为他知道 对方最宝贝的就是这些娃娃 看到视频的仔绪果然气急败坏 扔下大壮急忙赶回家 可刚走到屋内 就被阿珍和蜜姐布置的陷阱砸个阵阵 就在蜜姐上前查看时 仔绪一把将她抓住 为了解救密解 阿珍只好一个个损坏他的娃娃 气急的他将阿珍推倒在地 拿起电锯就要动手 这时大壮及时赶来 和仔绪扭打在一起 得空的阿珍点燃打火机 扔向被全身浇满汽油的娃娃 仔绪看着这一幕心如死灰 决定将阿珍千刀万剐 突然燃烧的娃娃掉落下来 刚好自中了仔绪的腹部 他直接领了盒饭 而小团体经过这段时间的合作 已经有了感情 他们不忍心再要阿珍的器官 就连疼爱女儿的医生 在最后关头也放下了注射剂 可却被阿珍一把夺过 直接扎入体内 大愁地得抱的他 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 影片的最后 医生的女儿 大壮的妻子 蜜姐的母亲 他们都成功移植了阿珍的器官 获得了健康 连带着阿珍那一份精彩的活着